奉主耶穌聖明,跟大家一起来查考圣经的道理 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这一次从今天开始 东区的圣语人员的进修会在吉德坡教会去开 我们大概从早上开始 大概有20位左右的童工在教会里面一起学习 今天晚上我们可以一起来聚会 明天还陆续有一些童年会来参加 我们感谢吉德坡教会能够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跟场地 让参与的学员都觉得在这里真好 我们今天晚上来学习,来吧,我们归向神 这是我们现在教会的读经,和西亚书第六章一开头,先知的呼吁跟邀请 今天我们的读经,进度就是和西亚书第六章 那我们从周日开始呢,上星期这个星期都是读和西亚书了 那和西亚书是小先知书里面的第一卷 那我们接下来这个月基本上都是读小先知书 所以从和西亚书之后,接下去耶尔书,阿摩斯书,阿巴地亚书,读到约拿书结书 所以我们这个月在读先知的信息,我们要了解先知应该有半年的角色 第一节,来吧,我们归向主,祂失利我们,也必医治,祂打伤我们,也必残果 第二节,过两天,祂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祂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祂面前得以存活 第三节,我们勿要认识主,竭力追求认识祂,祂出现,却如晨光,祂必临到我们向干雨,向滋润田地的春雨 第三,让我们知道,让我们追求的知识的神,祂向往往往是明显,祂将来到我们像雨,像其前的雨来到地上 那这一段经文也是和西亚书的关键的经文,很重要的 This passage also has key verses for the book of Hosea 祂邀请百姓,祂说我们要归向主,表示他们远离开神 He is inviting the people to say, let us return to the Lord, which means that they have departed from God 一开始在和西亚书,我们就看到神初次跟他讲话的时候,就是有关于他的婚姻 要他去做一般人做不到的事,他的婚姻是神指定的,他要结婚的对象,他已经知道是一个淫妇 那接下去,他所组成这个婚姻基本上是受苦 因为接下去他的妻子要跟别人跑了 他生了三个孩子,名字都是神已经取好了,他都不可以说什么 每天叫这孩子的名字都是一种咒诅 但是先是一句话都没说 神要他做的,他就去做 虽然很痛苦,但是他相信神不会做错 神有更高的旨意是他不能理解的 可是他就顺服神,照着神的命令去行 因为他的婚姻,他的家庭要成为以色列百姓 一个,就好像在他们身边所看到的一个剧本一样,一出戏 这一出戏要反映他们跟神的关系 也要让他们看到先知所展现出来的超无常人的爱 因为神要这个先知最后去把这个淫妇跟人家跑掉的妻子 把他再买回来 他需要用神的爱,再去爱她 让他这个家庭好像成为一个见证 让以色列百姓他们都会了解将来所要发生的事 以及神所要向他们展现的那个永远不变的爱 所以和西阿树遇到三章,这个就是有关于先知的家庭 从第四章以后就是一连串的责备 要让他们了解他们的罪在哪里 先知也宣告了神的审判 在几十年之后,他们就要看到 他们当时候许多人就要亲眼看到他们的国家是如何被灭的 那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日子 先知用很超越的眼光,他已经看见了 他已经,我们从圣经看到了 当时候百姓是何等的罪孽,他们心完全是远离神了 所以他们先知呼吁他们要归向神 表示说他们已经离神很远很远 当他们远离神的时候,事实上是在最终过日子是很苦的 但是宣誓说让我们归向神 归向神的医治 因为神会让我们再一次的疏险过来 那从第三节看来,他们当时候虽然是神的百姓 可是他们却不认识神 他们因为这是他们祖先留下来的信仰 他们一出生就是在献祭的日子 在节期里面,他们知道他们应该怎么样调整生活 可是他们在献祭的同时,他们心是看在外邦人的生活模式 他们心跟着外邦人去拜偶像的 他们不知道他们所领受的这些恩典是从神来的 他们看着外邦不信的人,他们认为说这些福气是偶像来的,从来来的 所以他们其实经历了这个很苦的日子,可是他们却没有感觉 表示他们根本不认识神,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罪 所以先知邀请说我们一定要认识神 要付出努力,要竭力追求 那这样子,神会出现像晨光,会让我们重新看到希望 祂会临到我们像干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一样 表示说他们会经历神再一次的祝福 他们会明白说归向神真好 所以这个先知他当时候其实就像神家里的所望者一样 神的信息透过先知传达 这个在先知书里面都是一样的角色,先知都是这样子 看耶利米苏第六章 耶利米苏第六章 第十七节 耶利米苏六章十七节 我说我设立所望的人照管你们说要听脚声 他们却说我们不听 这个守望的人他要吹脚,就是要提醒,要警戒 就是在一个败坏的时代,当神要清洗先知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离开神的时代 那表示说在当时代他们都已经先不听祭祀的话 已经不再去遵守神的命令了 现在神心已先知做所望的,吹脚,警戒 所以我们看到先知基本上都是传警告 那个一个世代如果出现好多先知,你就知道说这个世代充满罪恶 那神的话透过先知转达 那我们在先知书里面,我们会看到说 其实有时候百姓甚至王他们有困难的时候 他们会跑去找先知祷告 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先知 他在国家围难的时候都发出重大的祷告 神随听了 你看以利亚先知 你看以利沙先知 你看后来的以赛亚先知 甚至到耶利米这个时候耶利米先知 他基本上都是替百姓祈求 所以从神的角度来看 他们是神的口传达警告 那从百姓的角度来看 先知就好像他们跟神之间一个桥梁 可以代替百姓祷告跟神求 所以先知的祷告很重要 我们看到诗篇106篇特别提到摩西的祷告 摩西站在百姓当中的破口 把他堵住了 所以神的愤怒止息了 诗篇106篇23节 就特别提到摩西祷告 让百姓可以存活 所以今天我们今天有什么事情呢 要祷告 教会里面的功能祷告很重要 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服侍 在神眼中都是侍奉的人 我们参与教会工作越多 我们看到教会可能越多的那个漏洞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要成为代祷的人 为教会祷告 所以当我们参与教会胜功越多 我们不会尽心越软弱 我们会越乏时间祷告 所以我们在释放当中会成长 会看到神的作为 当我们众人同心祷告的时候 力量更大 我们刚才所听到的那个见证 他特别一直提到说 这个你的手 祷告的手不可以放下来 因为这个带祷的功效 有时候是我们想不到的 多少人的困难 都是因为弟兄子里面的祷告撑过去的 当别人正在受苦的时候 我们要真的花时间用心祷告 当我们自己在受苦的时候 别人在帮我们祷告 我们才感受得到 因为哪一天我们遇到什么事情 不知道 但是我们不会害怕 因为只要我们弟兄姐妹 都有在用心祷告 我们每一个人都被祷告的手托住 那我们都会在这个困难 患难当中看到神的保守 我们都会回归向神 那先知一方面也是成为神 神启示给百姓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我们祷告有时候其实不知道神的意思的 我们都在请求 小先知书里面的哈巴古书就是这样子 他本身也有很多疑问 他不了解神当时的作为 所以他就祷告问神 那神就跟他回答 他更不了解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祷告求神 但是我们疑问 但是神就算给我们回答 我们有时候不了解了 继续祷告 因为答案一定从神来 那就在这个继续祷告当中 神的启示就出现了 所以哈巴古书二章 你就看到神用启示的方式 让先知明白 特别要祂写下来 写得清楚 让以后人可以看得到 所以这个今天我们透过祷告 可以完成很多工作的 那这个就是先知书里面 我们最近在读的一个重点 我们要抓住 我们现在都领受圣灵 都被主耶稣托乎的这个 传福音跟牧羊主羊的角色 我们在家里面 你看我们有自己的家人 做父母亲的有儿女 做儿女的我们有兄弟姐妹 你看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 我们有弟兄姐妹 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家里的一分子 我们都要彼此的照顾 关心 所以你看先知 他看到了百姓的那些罪恶 他现在呼吁说我们回头吧 当时候他们不认识神 为什么呢 他们不是都是去敬拜神嘛 到那时候都已经有圣殿 到圣殿去 我们看到了当时候 其实百姓 他们没有知识 根本不认识神 看回来和西亚书第四章 我们看第一节跟第二节 这是当时候他们的生活社会的情形 第一节特别说 地上没有诚实 没有良善 没有人认识神 那第二节就接下去讲这个社会里面的这些罪恶乱象 那第三节 那就是在这些罪恶当中 他们是何等的悲哀衰微甚至消灭了 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 第六节特别提到说 我的名字是因为无知识而灭亡 所以他们远离神 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 根本没有学习真理 不知道神的旨意 原因是因为祭司没有教导 那其实不是没有祭司 祭司很多 可是百姓越犯罪 因为第八节说 祭司满心愿意百姓犯罪 因为他们百姓犯越作罪 然后他们就献祭 祭司相对得好处 那这个就是 当时候整个信仰的破产 那当时候你看第十节 他们吃却不得饱 行淫却不得利厚 因为他们离弃神不遵守祂的命令 好,所以离开神是因为不认识 接下来第十一节 奸淫喝酒并心酒夺去人的心 今天我们看到社会上的这些试探引诱 我们说不小心很容易就跟谁去了 你看奸淫这是淫乱的事 酒、新酒,这个都是世界上的享受 成就 你看今天如果我们有什么成就 大家聚在一起庆祝 拍香槟庆祝啊 他们当时候觉得说他们社会很富强 他们当时候也觉得自己生活过得不错 可是他们却以为这些是偶像给的 其实他们是先跟随偶像被偶像迷惑了 接下来把神的这个祝福恩典把它归给偶像 然后你看人的心就不见了 没办法跟随神 所以这句话第十一节我们要特别注意 奸淫这跟我们圣洁的尺度有关系 这个社会已经不再讲圣洁这件事情了 这个社会在讲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我只要不要犯法 法力允许的我就可以 但是我们今天是属神的 社会的这一套不是我们的标准 我们要了解神,祂要我们保守圣洁 没有圣洁没有人能够见神 所以在这个最后一乱的世代 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 我们青年要真的尊重婚姻 在结婚以前不可以发生婚前的性行为 因为这是神所厌恶的 因为当我们失去了圣洁以后 我们内心会有一个阴影 这个需要神更大的爱来覆盖 我们要求神来保守我们 那这个社会强调的是成就 这个酒是让我们可以享受的 因为现在有些人他是很...在他的工作里面得到很大的成就感 当我们一头再进这个工作里面去以后 如果我们用事奉神的精神去 事奉我们的那个工作的那个上师 一定会得到很大的器重 慢慢地我们整个心哦 真的会很注重成就 那这个成就会慢慢让我们对神的那种心哦 热心不见了 那我们会最后只会在意一件事 我只要能够得救就好 只要能够进天国 进去了 那个赏识大小没关系 我们许多人都是这样想啊 我最底线我能够进天国就够了 这是我们自己想的 我们如果看主耶稣的那个教导 把它综合起来看哦 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 努力是什么意思 要像强盗去抢东西一样去抢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每天的信仰里面都是一种征战 我们如果很容易的就把它妥协了 就像这个世界妥协 这个也没关系哪个也没关系 其实到最后我们的心就一点一滴的被夺走了 到最后你会觉得说这个永生真的那么重要吗 我们有一个朋友 其实是也抱过我们的弟兄 他就说我其实真的没有很想要得永生 他说永生有什么好 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好不好 但是我自己知道如果现在做得好的话 我是马上可以享受到 那其实是因为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圣经里面所讲的道理 那有一个牧道者他说 我一点都不会羡慕永生 因为他说我这个辈子过得很辛苦了 如果这一辈子这样子可以休息啊 就这样子结束就好了 管他有没有永生 那表示实际上是不知道死亡是怎么一回事 那就跟他去看圣经里面 圣经到底讲死亡是什么意思 让他来明白说 是啊就是今生很痛苦 如果将来还要受永行 那真的很不值得 所以这里这个酒跟新酒夺弃人的心 有时候是让我们的心麻痹的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所谓的疑问问号说 到底有没有你给我看啊 天国不是一个东西给你看的 是要去体会的 那要从今生里面去慢慢去体会神的话 慢慢让他了解说 其实我们在世上活的这段日子 神有祂的旨意的 其实在今生虽然短暂 但是也不是没有意义 不能够用消极的态度去过 我们要了解生怎么来 也要认识死往哪里去 死的如果没有神 最后会有什么结局 那当然很多人他们死亡 很多人都死了 不同的信仰他也觉得他死得很平安 但是他将来真的很平安吗 因为其他信仰他不讲审判 他就认为死的 我现在做好事 我将来能够进极乐世界去了 那就是在无事里面的勇敢 可是在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死亡是怎么一回事 他让我们知道将来有个审判 今天这个审判事实上是很具体的 是按照我们今天世上的每一个日子在审判的 所以我们要积极地去过我们再次的每一个日子 当我们还有时间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 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神 这样子我们转向神的时候 我们才有一个正确的方向 也才有真的属何物真理神喜悦的方法 你看今天如果我们沉浸在这个工作的成就里面 我们其实也不会想要改变的 我们觉得我信仰就是维持这样子 可是现在我们现在这个情况是平安的状态 按照圣经所预言的 将来一定会有灾难连到了 我们现在的信仰状态 我们有办法去承受那个大灾难来临的时候的冲击吗 我们其实从最近的社会的现象就看到 其实我们不堪一击的 我们在平安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有信心很勇敢 但是当真的挑战来了我们可能就跑光了 你看今天社会流行病真正在流行的是什么 是人的心的恐惧 不是那个病毒真的那么可怕 真的今天如果感染的人 很多人他们自己就像感冒喝水 感冒休息喝水 然后后来他们自体免疫就克服就好了 很多人好了 现在报纸在报的每一天在报的都是 什么多少人又多少病了 多少病例了 但是他都没有在报告说哪一千人已经好了 多少已经放回去了已经OK了 所以最后最后变什么 每一个人都恐慌了 害怕起来了 还没有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是已经举白旗投降了 我们就已经有信徒说那是不是要聚会啊 不要聚会了吧 我们这么多人聚集好危险啊 大家都在留在家里面就有看网路聚会就好了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信心啊 还真的大庇庇都还没有到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觉得说应该躲起来了 所以显然我们今天信心实际上是很不足的 我们对神的认识还是很无浅的 我们要追求竭力 我们要竭力追求认知神 那我们要回归向神 因为其实我们人在这个坚淫酒跟辛酒 这个心慢慢离开神之后 我们的生活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呢 如果你看第五章第五节 这个其实也是人心的呈现 第五章五节 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 故此以色列和伊法连必因自己的罪内跌倒 犹大也必以他们一同跌倒 这个就是骄傲 那骄傲表示是把神看清的 我们人事上是一点点好处就很容易骄傲起来的 第七章 再看第七章 第十节 第七章第十节 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 所以遭遇这一切 他们能不归向主他们的神 也不寻求祂 那最后十一节说 以法连好像鸽子愚蠢无知 他们求告埃及投奔亚述 人心里的骄傲 让我们远离神 那我们去寻求这个世界上其他好像看得见的 是倚靠 那在这个时候 你看人把神忘记 把神的恩典忘记了 在和西亚书里面 我们如果继续看第十一章 第十三章 第十三章 第六节 十三章第六节说 这些名照我所赐的食物得了饱足 既得饱足 信就高傲 就忘记了我 这就是我们人 就是这么样的忘恩和无义的 我们饱足 顺利的时候 就忘记了是恩典的神 所以你看先知 他说我们会回转归向神 但他失利我们 他还会把我们包裹 你看当人对神是这样的一个心的时候 你看神生不生气 难怪神生气啊 如果今天我们对一个人好 他反过来捅你一刀 你会不会很气 我们有个信徒 他后来不来教会 他的理由是 他说他曾经对人很好很好 很有爱心 那可是后来 他被人伤害 伤害他的人 就是那个曾经领受他最多帮助的人 而最后他就对教会失望了 他就把很多人都认为是像这样子 然后他就把教会贴一个标签说 这些人都是假冒为善的 其实不是 不是每个人都像这样子 其实以色列百姓他们对神就是这样子的 是全体的 你看当时候他们没有一个人认识神啊 在以色列百姓的书里面啊 他们神说 我寻找 但是找不到有一个来寻求神的 也找不到一个会替百姓祷告的 全体百姓离开神 包括祭司 包括那些领导人 你说那个神生气吗 一定生气啊 其实在这个时候圣经说 我向他们如狮子 如暴虎在盗旁 第八节说 我必向母狮子吃他们 野兽必撕裂他们 那个在和西亚先知那个北国以色列的百姓真的是忘恩乎义的 但是在真教会里面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们许多弟兄里面真的是很有爱心的 我们许多信徒在困难、生病、患难当中 你看多少人在祷告 我们有一个姐妹她突然发现她的孩子长大了 她怎么发现了呢 她发现她的孩子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懂得祷告 不但自己祷告她还会通知其人帮助祷告 她碰到了每一件事情她都用祷告去面对 结果她就这样子就请这种弟兄里面一起祷告的同时 她发现这个祷告的功效太大了 所以她现在懂得祷告神 她更体会到弟兄姐妹的祷告是这么样的力量 这个就是今天真教会里面的特质 我们彼此相爱在爱里面就是在祷告当中支持的 我们今天其实绝大部分的弟兄里面都是很有爱心的 但是我们只是从所提出来这个例子看到说我们人是很容易受伤 但是要把我们的目光转回到神身上去 我们如果看人会看到软弱看到缺点 但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目光转向神 像先知这里所说要竭力追求认识祂 我们会看到神的爱 神的爱永不改变 神祂接纳这些患错的人愿意回头的 第六章圣经是说来吧我们归向神 老师说现在还是有机会的时候啊 神还是可以寻找的还可以回头的 要把握机会 这个时间过了就没有了 你看今天如果我们遇到困难 我们生病 这个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提醒的 我们要抓住我们还活着的时候 要悔改的赶快悔改 要表达我们的爱的要赶快表达 我们要趁神还可以寻求的时候寻求祂 所以这个邀请包括这个时间的问题 要把握机会 看以赛亚书55章 以赛亚书55章 第六节 第六节说 当趁主可寻找的时候寻找祂 相近的时候求告祂 第七节 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 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 归向主 主就必连续祂 当归向我们的神 因为神必广行赦免 第七节说 神是祂不愿意人灭亡的 祂是慈爱怜悯的 祂总是给我们机会 祂总是给我们机会 所以现在主耶稣 祂不是单言不来 祂是要让我们都能够悔改 归向祂 那我们既然趁主还可以寻找的时候 我们要采取行动 那这个行动是什么 我们现在看第十四章 和西阿书第十四章 第一节 以色列啊 你要归向主你的神 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 第二节 当归向主用原理祷告祂 说 求你出境罪孽 悦纳善行 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气 代替牛犊献上 这里 祂说要归向主你的神 那我们要承认说 我们事实上是因为罪而离开神 那我们归向神 要用原理祷告祂 所以我们要用祷告来回转向神 我们祷告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孽 呃 祛纳我们所做的 所以这个认罪悔改祷告很重要的 我们今天要转向神 就是要花时间跪在祂面前 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利用在这一段 这个社会上在不平安的好的时机 要多花时间提早到教会来祷告 我们要怎么样去表达我们对社会的关心 用祷告 我们一个姐妹她的先生生病了 她经历的这个弟兄姐妹爱心的祷告是何等有效 可是另外面她也发现说 她自己不信的那个家人 你自己的亲人生病了 你跟她说没有用 她只会担心她根本做不了什么事 真的那么远 空间那么远 你说亲人生病她能够来看 你看不了看也没用 但是如果我们有共同的信仰 我们有神 我们可以用祷告 超越时间空间了 不管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 你只要跪下来祷告 把我们的这种关心 透过祷告有神来传达 那这个所以祷告就很有功效了 不信的人根本就没办法体验的 从这样的一个体验里面她得到一个结论 她的结论就是 在主内的青年结婚当中 一定要考虑一定要考虑要同样的信仰 一定要在主 这一书教会我们自己主内的同龄 因为她自己 事实上也是因为 先生娶她之后她才来信主的啦 可是她自己深深觉得说 还好我的孩子在主里面结婚 这个姐妹 所以她特别强调说 要鼓励我们的青年在主内结婚 因为当我们同样有神 我们有共同的信仰 什么事情都可以祷告 所以回准向神就是用祷告的方式 那接下来呢 她说我们就把嘴唇的记忆代替牛犊线上 我们用我们这个赞美 像献祭一样呈现给主 今天我们每个人都会讲话 你会讲话就可以唱歌 你要不要开口而已 所以其实今天用诗歌的方式 来敬拜神 我们每个人都会 所以我们将嘴唇的果子献给神 神他很乐意的听我们的那个颂赞 天使会跟我们一起颂赞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个 师颂当中 或者师班在献祀的时候 就会经历那个天使在我们当中 神的灵在运行的时候 哇,就很奇妙 我们有一个姐妹来见证她唱诗的经验 她那次师班要现实 布道要现实 结果那一个生病那个也感冒 那我们都知道那师班有时候都依靠几个 那个大柱子 就是声音很准很大声的来称 我们知道那很多时候 那些人必须要靠着那些人 那些人非常声音的 如果那个柱子不见了 大家就慌了 糟糕了 这孩子一定走音了 但是如果那些柱子 那些柱子很声音的 那些柱子不在那里 那些柱子也不会 那些柱子不在那里 那些柱子不在那里 真的,今天我们很多人 都是要靠那个比较稳的人 声音抓住不然 大家就被影响了 常不准了 那一次他们就经历 他们那些这个个生不能 那个柱子都生病都不能来了 糟糕了 那怎么办呢 你也不能够临时找枪手来代替 最后就是祷告 他们就这个时候 真的只能靠天使了 靠神了 真的是在祷告当中 神就让他们那次的 那个现实特别的美 特别好 是让所有人都非常感动 所以这个不是说 你唱歌的那个 哇,那个实际上 很有计较,很会唱 是因为神的灵在工作 所以你看当神在帮助的时候 你那个声音唱出去就很和谐 听到人都感动了 那一次就是靠着圣灵 靠着神打仗打圣 这就是神悦纳的我们嘴唇的忌 所以我们回转归向神 表示我们会赞美祂 用我们的心来颂赞祂的全能 我们愿意谨守神所 吩咐我们要去做的 转向神表示说我们的生活会改变 不是一时感动而已 看第十二章 第六节 十二章第六节 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 谨守忍耐公平 常常等候你的神 我们今天归向神以后 我们的生活里一定会呈现出这个果子 我们的神是慈爱怜悯的神 我们对人也会呈现同样的特质 神是公义的 我们一定是对错分明 我们可以分别为圣的 神是很有耐心的神 所以祂可以等待 祂等待我们成熟 你看祂等待我们回头 那我们能不能用这样的心 去等待这些目前还不完美的人 让他们改变 这是每一天的工作 每一天归向神 愿主帮助我们 一起来唱书 三百五十一首